县长徐振卫,光复乡长林清水,大新村长刘建荣来到了大新村,针对各项建设会刊 其中主要是针对民圈街主要街道通往土石榴纪念公园,也就是游客行军的主要道路 县长徐振卫表示说,县政府去年就已经针对这条道路铺设新的博有路面 行的安全让大家很有感觉 县长徐振卫以及光复乡长林清水,大新村长刘建荣来到大新村,针对各项建设来会刊 其中主要是针对民圈街主要道路通往土石榴纪念公园,也就是游客行军的最主要道路 县长徐振卫表示,县政府在去年已经针对这条道路铺设了新的博有路面 行的安全让大家有感 今年也在后续来做到分段来执行,让我们行的安全能够让大家有感 当然我们要谢谢村长对于地方民意的反应,我们全力来支持也非常尊重 村长也说,光复乡公所,花东纵谷国家丰景区规划了大新瀑布土石榴纪念公园 广大的绿地以及山景环境十分优美,也成为了地方的观光景点 道路是当地居民以及游客都会使用的,所以希望县政府能够多重视 村长另外也说,大新村除了有土石榴纪念公园,目前也正在推动大新的瀑布观光 希望能够回复到当年的荣景,第一步就是先处理新的安全 记得高松双公布箱采访报道